全国补教师夺奖3月5号上午在高雄市的临环宫三楼盛大举行 现场表扬了174位来自全国北中南地区课后与补习班的优良教师及从业人员 以颁奖来肯定他们的卓越表现与贡献 会中同时也颁发了多个特别奖 其中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保镜文教事业机构 与中华托育及教育专业人员培育推展协会理事长江中颖 以感谢他长期以来对补习教育的出钱出力付出与卓越的贡献 同时也颁发公益奖给捷可达数位有限公司总经理翁如玉 以表彰他长期的热心公益 同时也颁发公益奖给捷可达数位有限公司总经理翁如玉 会中另外四个特别奖则分别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校长吴连赏 与狮子大学校长庄永山代表颁奖 而科后教育协会理事长陈伯宇也赠送鸟虫画席员给教育局的主任秘书欧树文珍藏 我们的两位理事长来颁发一个名领奖 赐赠给你 感谢你 我们的席员 也要珍惜你子 我们的缘分 再往前 会中高师大校长吴连赏也代表学校颁发博士证书 给中华民国课后教育协会理事长陈伯宇 肯定他乐中教育工作 还不忘进修 在致辞时 吴连赏也强调 正规学校与补习教育是教育的两大支柱 都非常的重要 他也肯定全体获奖的老师们 对课后与补习教育的卓越贡献 112年全国补教师夺奖 由中华民国课后教育协会 与中华民国补习教育协会共同主办 邀请了狮子大学校长庄永山 一首大学副校长李良坚 前京国小校长陈琼如博士 杰出教育集团总裁 兼中华民国课后教育协会理事长陈伯宇博士 以及金牌教育事业集团执行长 兼中华民国补习教育协会理事长 赖一方担任评审 中华民国课后教育协会理事长陈伯宇博士表示 课后与补习教育非常的重要 过去40多年来 要办理全国师夺奖 需要能力物力与经费相当的困难 如今两个协会承担责任 办理全国补教师夺奖 要给在课后与补习教育中默默付出辛苦耕耘的老师与行政人员得奖的肯定与鼓励 今年全国补教师夺奖的选拔报名相当的踊跃 在主办单位与评审的严格审查下 总计表扬了174位来自全国北中南地区的补教民师与从业人员 并有两协会理事长陈伯渝博士与赖一方理事长 以及教育局主任秘书欧树文 代表教育局长谢文斌颁奖 全体得奖者日后将北上接受总统与教育部长的颁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